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題是金牌特務機密對決的劇情分析 雖然這部續集電影上映之後沒有像第一集那樣一面倒的好評 不過還是產生了許多的話題 今天就讓我來跟大家聊聊關於這一部電影的劇情分析吧 我們知道金牌特務第一集的時候是沒有要做續集的打算 於是給了一個相當天馬行空腦洞大開 幾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一個大結局 在你看完第二集之後你就會明顯的發現應該是有第三集的存在 他們是有想要繼續拍下去的 似乎也是要做成西方習慣的三部曲的形式 關於這個三部曲的小小猜測 應該是在第一集克林佛斯說到 一個紳士的名字只會在報紙上見到三次 出生、結婚、還有死亡的時候 出生和結婚應該就是對應到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內容 主角X第一集拯救世界之後成為了一位Kingsman 在第二集他拯救世界之後 則和公主結婚了 而第三集的內容 不知道就是跟主角的某種死亡是有關係的 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Golden Circle除了是這一集反派的組織名稱之外 真正的意義是結尾的時候 主角跟公主結婚的那個婚戒 第一集故事的內在主軸 是主角他身為一個中下階層的人 他能不能有資格成為一位Kingsman 第二集X的故事則是在講他是否有資格成為一位丈夫 所以主角跟公主的故事線在第二集才會占了這麼大的比例 而是否有資格套上黃金圈這個婚戒 則不像第一集的階級關卡那麼的明顯 但從反派英樹姐和兩個小弟的第一場戲 可以看到這個黃金圈代表的是男人對女人的承諾 像你看到美國總統和英樹姐的交易 你就可以知道背棄承諾這件事情是有多簡單 黃金圈代表的除了責任感之外 更重要的是自我約束的能力 也是才有諷刺007到不行的那一場 上床前要打電話報備的那一段戲 不過那一段更重要的是 對任務的責任感 和對家人的責任感有衝突矛盾的時候 該怎麼選擇 而這也是主角和公主在結婚之前 兩人所遇到最大的考驗 這部電影最讓人議論的當然就是反派的大絕招 用全世界吸毒的人作為人質 要求毒品像正常的商品一樣交易買賣繳稅 我是看了HBO的《大西洋帝國》 才知道美國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是禁酒的 於是在這一集裡面才會設定 美國的特務公司Statman 他們是開釀酒廠的 曾經在美國酒精跟毒品一樣是非法的存在 可是禁酒令造成的下場是 政府的稅收減少 假酒暢行走私商得利 沒有消滅酗酒的問題 反而衍生更多的社會問題 於是酒精後來除罪了 那現在有一種論述是毒品也應該要除罪 就像大麻在荷蘭是合法的 並且嚴格控管 論成癮性 論傷害身體的嚴重性 酒、腔、煙、糖 這些都不輸給毒品 我不是說要支持毒品除罪化的意思 大家不要太激動 而是認為這是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像第一集的名言 可惜人是需要長大的 我們不能一直活在007的世界裡面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都清清楚楚的不用思考 到底是毒品有罪 還是使用毒品的人有罪 又或者是有罪的人才會去使用毒品呢 如果不去思考這些 那我們就像第一集裡面 騎士的那些貴族考生一樣 因為自己位在一個比較高的道德階級上面 而就瞧不起下面的人 劇中由Pedro Pasca 飾演的 威斯基探員 也是很多人討論的一個話題 他背叛主角的動機得到蠻多人的認同 在克林佛斯懷疑他是內奸的時候 還一直讓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哪一邊的間諜 最後果然他不是任何人的臥底 他只是為了自己死去的妻女想要阻止主角一行人 於是呼呼他完全不是一個壞人 只是一個自私想要報仇的人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支持威斯基的決定 為他的下場感到憤怒 講到這裡就要回到這部電影的一個名言 Manner makes man 禮儀成就不凡的人 所謂的禮儀就是要求一個人 克制自我的行為 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 就像你在怎麼尿急的時候 你也不會想要隨地大小便一樣 不論這個自我是來自於慾望或者是傷痛 威斯基探員將自身的責任還有任務 拋在腦後 只為了自己的復仇 便不符合 Manness makes man 相對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梅林在這部片裡面 有點荒謬的犧牲 他放棄了自己的性命 就是為了讓整個任務順利的進行下去 也在電影中一直要求主角 記得自己的訓練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被情感 不要被復仇的心蒙蔽了自己 死而復生的Harry 在這一集少了一隻眼睛 卻像是獲得心聲一樣再火了一次 他代表的是另外一種的極端 譬如他自己透露他在中槍的時候 沒有任何放不下的事情 顯示他是一個沒有自己生活的人 這一集有帶我們回到 Harry在kinsman考試的那個時候 他對他的那隻狗 Mr.Pico開的那一槍 雖然是空包彈 但其實也已經把他自己的人生給殺了 而在這一集恢復記憶之後 他一直不斷看到的那個蝴蝶的幻象 似乎也代表了這個角色 他殘存的一些字母 導演給了Harry 和Eton John的那一場戲裡面 非常多下流的暗示 像是什麼後台許可證啊 用兩顆保齡球攻擊那隻狗啊 都是一些黃色笑話 可能Harry這個角色 在這一集重生之後 開始會去補回一些自己的人生 記憶工隊的導演說 第二集的Groot 跟第一集是不一樣的一個人 那少了一隻眼睛的Harry 其實也算是一個不一樣的角色才對 整部電影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討論 像是有人提到這一集對女性的一些侮辱 我想都是很刻意的要去嘲諷007 或者是一些很標準的特務電影 英雄電影 會感到冒犯的地方 都是導演特意的設計 就像是第一集你看完一定會記得的 《教堂大屠殺》 或者是最後的爆頭煙火秀 這些片段都是會讓人感受到 這樣對嗎?的後座力 要讓我們重新去思考 過去這些電影 非黑即白的價值觀 目前金牌特務精密對決 上映的版本是兩個小時21分鐘 聽說距離導演的初剪版本 還少了80分鐘 以一部動作電影來說 目前這樣子的長度 已經有一點點攏長了 只是說這部電影導演想要放進去的內容 實在是有點太多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部電影 應該再長一點還是再短一點呢?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歡今天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 或者想法 也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讓我知道 這是Robi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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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R Kerry